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呢 我们不仅来自全国各地的短视频大人 我们还邀请到两位非常厉害的嘉宾评审 一位是我们的天津武术的领队 王菊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菊 梦想不遥远 等你来实现 加油 好 谢谢王菊 另外呢 就是我们熟悉的著名的演员 歌手 主持人曹颖女士 大家好 我是曹颖 希望从这个舞台上开始 能够见证更好的自己 好了 我们每期呢 将会通过小屏的方式 选出三人为一组的周赛来进行展示 我们也将会通过用笔心 或者是布莱淀的方式 决定他们是否能够开始实现他们的跨越 那么接下来 我们请看第一条视频 哇 阿卡贝拉 超喜欢 而且我听说 他们是中国第一代做阿卡贝拉的这么一个成员 对 所以我一定要给他们来点个赞 来个点 王菊老师 在我印象里面 我应该是看过他们现场的演出 所以我点赞 我这都不用有任何的疑义 像他们这样的视频 我滑道的一定会从头看到尾和点赞的 所以我点赞 那来吧 我们的史军带着他的Dazel Voice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面进行你们的展示 跨时代展示 选声乐团来了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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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们宣传乐团是这样 就是发展了今年有23年了吧 从99年开始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 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 就是咱们居然说已经20多年了 就是老团圆 一代团圆 除了您以外 还有别人吗 有 让大家一起来分享 然后推广我们的 阿卡布拉的这种演唱 虽然我们是很惊艳 但是它没有那么的普及 对 是的 然后可能从事这个的话 也需要一定的坚持 因为毕竟我们还要有生活 有自己其他的追求 所以能够坚持下来老队员 咱们从第一代算起 这来来回回应该 来来回回走的也很多 坚持不下去 对 因为毕竟刚毕业 就面临着工作 面临着生活 然后还得有考学呀 什么的 太难了 真的很难 其实做团队是最难的 当年的时候 我们就是坚持工作 然后我们又是指挥 然后我们又是歌手 然后我们又在各个 和尚团里边去演唱 给我们的压力特别大 跟我那么长时间的这个伙伴吧 她的嗓子得了声带小学 哦 很严重的 对 对于一个唱歌的人来说 可能就是声乐当中的癌症 她原本是一个 特别特别高的一个女高音 然后 做完手术之后就变了 对 她只能唱特别低的音了 后来我就劝她 我说不要放弃 如果你唱不了高音 还可以唱低音 阿卡贝拉可能就是 这种团结的能量 让我们坚持下来了 因为每个人 可能能够能发挥 自己的优势和优点 然后同样我们也把这种 阿卡贝拉文化 推广到各个地方去 那我看到很多都是新队员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我能问一下吗 其实更多的是 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 因为我们从08年 参加完清歌赛 参加完以后好多的歌曲 就是大家听不懂 我们就想 那我们让更多人知道吧 我刚毕业的时候 就写了一篇论文 叫做将阿卡贝拉引入到 中小学课堂当中去 然后我通过几年的努力 把我们真的进入到学校里面去了 我们就开始 把我们整个的音乐教育 和我们的阿卡贝拉 这种方式 然后真正能发挥 每个孩子的优点 对这一点特别好 对 我们其实还是特别希望 能把我们的阿卡贝拉 让更多人知道 让大家跟他参与完以后 会发现 阿卡贝拉非常有意思 那我们也希望把这种好的音乐方式 然后传承下去 好了 第二线的朋友们 准备好了吗 要不要为他们投票 倒出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锁票 感谢我们的 宣声乐团的精彩表演 我们稍事休息 看看最后的成绩 结果如何 一会儿见 好的 我们来滑上下一条视频 球吗 好大 超大溜溜球 超大溜球 空竹了这个 东晨来自苍州 结合了杂技 然后再加上空竹这个技巧 对 他那个空竹 真的就是因为 他加了一些光电的效应 所以我其实挺期待 看看他现场是什么样子 我点赞 那王菊呢 我很喜欢这个节目 而且我觉得 就是能够抖空竹 然后加上自己的这种技巧的动作 很难 所以我也很期待他们现场表现 我点赞 那我的这一票 其实没有太大意义了 但是我很想看到你的表演 来 我给你点赞 走着东晨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面 展现你的空竹技巧吧 跨时代战书 我将会是全场最亮的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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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招厉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完整的一个演出了 太精彩了 大家好 我叫刘东辰 今年25岁 我来自河北苍州 是一名空竹演员 那你应该是从小就学吧 我是13岁到14岁这一块学的 我入门比较晚 那你为什么想到练空竹呢 所有的杂技项目里面 是我最喜欢的那个项目 空竹是 那你除了空竹 你还练过什么别的项目 从小练嘛 练的特别的多 然后你像独轮车呀 水流星啊 你要高空的那种爬杆啊 还有这个钻地圈呢 都演过 对 然后原来也能空翻 现在我主要的几个项目 就是说 就是那个大环舞 大环啊 还有这种三地空竹 和花式空竹 以及这个火空竹 找火的吗 对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立体魔方 我知道那个了 立体魔方 也是有灯的呀 火的呀 它主要玩火 你发现没错 对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学 是为什么就是 开始来玩空竹的呢 学杂技的起点呢 就是在这个 看到我舅舅 当时是在练杂技 有那么一次机会 就是看到我舅舅 在舞台上表演 很多的观众呢 在台下为他呐喊 为他叫好 那时候心里边在想 我长大以后 我也要成为一名杂技演员 然后有一次暑假的机会 我就去找我舅舅了 然后我说 那个我想跟你学杂技 然后当时我舅舅说 你根本就吃不了这种苦 你最多坚持一个星期 我说 我想试一试 然后结果我这么一尝试 一坚持就是坚持了 现在说整体练杂技的 这个实验年数 得有13岁年 但是一定有 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吧 比如说在你练习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受到过 什么比较严重的伤 想放弃的时候 在空竹这方面没有 但是在其他一些项目上 就是说 刚一进入杂技行业 就是那个基本功 其实是最苦的 就是压腿啊 下腰啊 然后就是说 身体的柔韧性 你还要练倒立 那个就是非常的孤躁 非常的那个痛苦那种感觉 嗯 也无聊嘛 对 非常痛苦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 就是有一次 练这个腰的柔软度 都以为老师给搬腰啊 好腰 后来让你更软 给我拿了一个 比较有重量的 一个沉重东西 俩手上抓着 缓解这种痛苦的方式 就是说 不呼吸 屏住呼吸 然后只有这种方式 才能缓解当时那种疼痛 那种痛苦 结果就是 第一次耗的时候 就这么晕过去 你把自己憋晕过去了 就是自己把自己憋晕过去 这个我特别特别理解 真的小的时候 我们也是做掉腰 这痛苦的时候 已经是憋的 就已经传不过气了 嗯 当时也是遭腿纳腿 然后这么一步一步 就是说 但讲老实话 你虽然说是热爱 但是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 还是挺拼命的 你为什么那么拼呢 对于我来说吧 我也是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退路的那种 怎么叫没有退路 在我19岁左右吧 我父母是离婚了 然后我妈妈走了 那种情况下 我就在一个演出的机会 我就走了 我再也没有回去 这一走就是五六年 一直到现在 你现在也没有回去过吗 现在当然 都过去了吗 这些事就是说 现在跟父母都挺好的 你现在已经恢复了 跟父母的联系 也会看他们 从今年开始 刚过年以后 我们就是说 开始有了来往 但是这一走 真的是五六年 随着我自己年龄的增长 我感觉父母也老了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 父母也是给了我一段经历 也是给了我一个成长的机会 也是父母让我吃了这点苦 但是我感觉 这不一定是个坏事 人生的一种经历嘛 哇 你今天能说出这番话 能这么豁杂去面对 你真的是成长了 是的 非常好 然后经历过这些事以后 首先我的思想 跟小时候不一样 然后现在收获挺好 在我师父的帮助下呢 还有我自己这些年走过来 就是说现在平台提高了 然后呢 亲戚的帮助下 也买了套房子 然后车也买了 跟女朋友感情也挺好 然后现在跟父母 就是说都挺好 偶尔我们在一起吃吃饭 如果我不处于演出 不忙的情况下 所以说现在我感觉 挺圆满 我很制度 那就是第二轮记不记录 也没关系了吧 动摇 行了 第二轮 相信你那么多的记忆 我们必须让他施展一下 但不知道 我们第二线上的朋友们 会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倒计时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好的 左票 东晨 稍后我们等待一下 你的成绩 一会儿见 好的 我们来滑像 下一条视频 让他跳舞 好 哇 他的空翻技巧 一看就是我们练 徒手对练的动作 就是这种托举的动作 然后同时他空翻的感觉也很好 然后也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点赞 我真的劝大家 就是视频的时候 一定要找一些能够代表自己最强实力的 因为比如说有很多做跑酷啊 或者是做这样的武术的 就是能够达到他刚才展现的这个水平都会特别多 嗯 那我暂时不来电 我听说他有更厉害的 所以我很想让大家电视界 观众朋友们看看他更厉害的那部分 所以我给他点赞 希望他能够来 那接下来李达 看看能不能用大屏的展现 征服一下曹英杰 有请 跨时代战书 功夫少年来应战 Zak 美人 没包 令人 噢 氏 妈 我 seconds 好 对 哇 哇 三位老师好 我叫李达 今天23岁来自贵州贵阳 乘五次登上央视春晚 五次春晚 我今年主演武术节目 万人团体操少灵魂 我在当中有40秒的个人镜头 怎么会有这个机会变成主演呢 能跟我们聊一聊吗 从小我就特别喜欢武术 但是我从小我父母 我父母就反对我 为什么 因为他也是习武之人 他是过来人 所以说他不希望我走这条路 希望我就是好好念书 上学考一个好大学 他是每一次反对我 造成的就我会有一种叛逆的一种心理 对你越反对我要学 越反对我就越想去 所以那时候就成名网络 父母知道之后 给我找了一个技术学校 然后我父亲就每周我放学的时候 特意在学校门口堵着我 这样持续了四个多月吧 网瘾是戒除了 但是让我对练武的这个兴趣更加浓烈了 对明镜其末 我突然下定决心 我说我今天我这一次我一定要去学武 我不管那么多了 我就收拾好行李 从学校溜了出去 你当时不敢回家 对当时不敢回家 因为父亲肯定要生气 对对肯定要凶对吧 对所以后来让我妈妈给我打电话 我妈说说让我先回来 什么事情怎么好商量 就把我哄骗回了家 回家之后很严肃的问我 他说你还想怎么样 你这已经是第二次放弃学院了 我说你要吗送我去神体工队 学台阳道 要么就是送我去少林寺去学武 要么就是你不管我 我爱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后来父亲做了什么选择 他说你想好了要去习武 问我能不能坚持住 我很坚定的我回答他 我说我肯定会坚持下去的 所以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就我父亲终于就是同意 让我去习武 你去了哪里 我去了河南塔沟 哇塔沟舞笑是非常厉害的 对不对 很厉害 上面一集之前我父亲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要如果做不出什么成绩 就不要回去见他 哇 就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其实这个对你来说 他其实他没有退路以后 他也许是个动力 就心里憋着口气 对 我觉得我既然已经选择这条路 我就一定要让我父亲为我骄傲 后面就因为一件事情我就发现 我父亲对我的这种父爱 他不善于表达 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一个快递 里面是保暖衣 热水袋 还有被子 后来我妈跟我说 是我爸特意买的 给我寄过来 所以因为我一个南方孩子嘛 到了北方 怕我就是说冬天啊 会生病什么之类的 给我寄了一些 这种保暖的东西过来 当时心里是觉得 真的很温暖 他只是表面上 就是男人嘛 要面子 咱俩既然说了这个 我表面上要表现的 特别满不在乎 他俩都特匠 对 但是其实他内心 作为一个父亲 是非常爱你的 是的 之后那一个冬天 我就非常刻苦的训练 结果第二年 我就很顺利的跳级 跳到了职业表演队 就是那个项目的最高班级 哦 好厉害 也是因为进了这个 最高班级之后 才有了我的第一次 参演那个春晚的排练资格 所以你才有机会上春晚 对 才有了后面的连续舞剑 这么多年终于 有一点点小成绩 让我父亲替我骄傲 好 你20年之后 就退出那个表演队 为什么 你才23不到 因为我其实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嗯 我特别就是想能成为一个动作演员 但这个梦想的确很难 对很难 我这个想法也是找到我父亲的反对 对啊就是你刚刚 父亲刚刚可以通过这样的表演唱的春晚 刚认和你 你又要换 你要不干这一行 我是 我是你的父亲 我都得气死 而且你看从小到大 父亲一直在反对 对对对对 一直在反对我 只要是我踏上武术的一路 就是一直在反对我 但是 我的想法还是 只要是我喜欢的 我想做的 我肯定是要 努力的去做出成绩 尽管 尽管父亲反对 那你有曾经跟你的父亲表达过这件事吗 好像没有 那今天 机会来了 我们其实提前 也是联系到了 李达的父亲李建成 然后今天呢 我们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在现场 给你连线 好 来我们来连线一下李达的父亲 哈喽 哈喽老爸 你有什么话想跟李达说吗 作为父母的话 还是希望就是说 因为我们都是过来的人 到这个年龄呢 我觉得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还是稳定一点的更好 但是反过来想吧 我也年轻过 在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比他还叛逆 我也是跟父母的意见都是向左的 那所以 李达 你有没有什么想对自己的父亲说的 我知道我父亲反对我 肯定是为了我好 但是我希望他能支持我的一些选择 我自己选择的 我肯定不会后悔 我也希望就是 我能在动作演员这条路上 能够让我爸继续为我感到骄傲 那那个父亲有什么话要跟李达说吗 第一路是自己选的 再苦也得坚持下去 还有一句话就是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你的自己去不停的去创造机会去努力 把路自己走出来 我跟他妈妈肯定是支持他嘛 你不支持也没办法呀 好谢谢 谢谢李达的爸爸 李达加油 加油 谢谢老爸 我就希望你记住我这句话 父母肯定是爱你的 他们有很多人生经验是值得你借鉴的 所以作为年轻人追寻自己的梦想 没问题 偶尔要听听父母给你的建议 我觉得这样走的会更顺利更好 好不好 好的 李达 那刚刚的表演完了 第二现场的所有达人们 准备好给李达来投票了吗 倒计是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好的 再次感谢李达 我们三位选手都已经展示完毕了 那我们把前两位选手 重新请回到我们的舞台上面 有请 来 水军东城 李达 我们看看最终达人们 为你投上了多少票 首先我们的宣音和创团 最终的得票数是 十五票 那我们的空竹达人我们东城 那我们的空竹达人我们东城 最后的得票数是 十三票 也很高 看看李达最后的票数是 十二票 有一点小遗憾 今天的表演还是有一些遗憾的 因为在舞台有一些小的一些失误 动作没能做的很完美 如果有机会的话 下一次我一定会努力做的更好 那东城和水军按照我们的规则来说 是得票稍少的一个要优先的表演 所以说东城你要首先的表演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 哇 太厉害了 哇 好厉害 好厉害 哇 好炫啊 哇 太厉害了 哇 中文字幕——YK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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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厲害了吧 哇 哇 哇 完美 太厲害了 我的天哪 這整個的表演讓我們大開眼界 我們第二現場的各位達人們 你們準備好為東晨來投票了嗎 五個數 五 四 三 二 一 好的 那謝謝東晨帶來這麼精彩的表演 我們稍事休息一下 看看稍後那一位有沒有更精彩的表演 來謝謝你 嗯 靠近的走過雪小窗前 我是 旋花开得多么灿烂 轻轻推开学校大门 而否回到从前那年 努力的往前走 往前走 向着未来的光芒 抬起头 听过命的人 才能够感受到刺痛 努力的往前走 往前走 不害怕命运带来的伤口 坚持到最后 才能够拥有自由 努力的往前走 不害怕命运带来的伤口 坚持到最后 才能够拥有自由 太好了 真的 人类的声音才是最美的乐器 对 很天籁 来吧 第二次来的朋友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倒计是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锁票 好的 那我们两组选手的第二轮的表演都已经完成了 我们把刚刚的这位选手再次请回到舞台上面来 好 接下来呢 咱们三个 来 公主小哥呢 我觉得是我见过最厉害的选手 而且我觉得他的技术非常的全面 而且难度非常的高 所以我把这一票投给他 我就是平心而论阿凯贝拉 作为一个音乐电台的主持人 看到他们演唱阿凯贝拉 我觉得世界特别美好 所以我把这一票投给我们的宣声和唱团 那我们来到舞台上面一起来 看看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子 先出场的刘东辰最后的总票数是 十六票 哦 很高哦 那么史军和他的宣声乐团最终的得票数是 我的天哪 二十一票 恭喜 哇 历史最高 今天的表演 我们两个作品全部都是原创的 所有的队员们一起努力 然后进行了这次的表演 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然后我们的这种表演形式 然后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然后我们也觉得特别特别的欣慰 再次恭喜我们的史军和他的宣声乐团和这本次的周冠军 感谢 第一个表演其实我还是很满意的 然后第二个表演主要是因为舞台的这个高度吧 有点小失误 有点遗憾 感谢我们所有参与我们今天比赛的选手们以及我们的其他达人们 感谢王曲感谢曹颖 最重要是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天津卫视给我们提供这样的美好的舞台 别忘了下周四的晚上九点二十分 关注天津卫视 跨时代再说我们下周再会 再见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